阿屁走開 好去旁邊玩去 鬼吃衛生紙阿屁 總之就是很久沒見了 我真的很希望這杯是酒的咖啡 疫情期間就是有蠻多觀眾在IG問我說 就是怎麼都沒有發影片啊這樣 就其實我在那個instagram上面簡單的說明 就是從疫情爆發之後 就是其實我個人我個人啦 對國旅真的是可以說是完全沒有興趣 然後加上去年 疫情剛爆發的時候剛好正值台灣 進入春夏天最熱的那段時間 疫情的關係嘛 所以我國外的旅遊案子 還有航空相關的合作案 理所當然都因為疫情被取消了嘛 對然後非常意外的是個數月再度拿出我可愛的小相機 居然是因為我的貓兒子 對我前陣子收給了一隻小貓 不到兩個月他現在不到兩個月 他是美國短毛貓 他是皮皮 你要不要先過來跟大家打打呼 這是皮皮 皮皮 皮皮對焦 皮皮不對焦 他只測人臉 貓臉可能測不到 這是皮皮 想下去是不是 是不是我知道 我就不給你下去怎麼樣 不給下 怎麼樣 你叫吧 你叫吧 我平常被你抓不夠嗎還抓 我本來是在看收容所的小貓 後來就是同事他阿姨家剛好有生嘛 所以 好像生五隻 然後我就帶了皮皮回來 然後皮皮有自己的IG喔 皮皮跟爸爸媽媽的日常都會在皮皮的IG上面 然後我要先放他下去因為他有點想睡覺 好 去 歡迎 喜歡貓咪的大家可以 最終一下我們家可愛的皮皮 我對他期望可是很大的 我要幫他拍很多美照 好 然後在正式開始 分享皮皮一整天的行程之前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 因為在instagram上面有人在問 就是 皮皮的貓砂欄阿 然後 皮皮用什麼貓砂 皮皮吃的飼料阿 皮皮的點心等等的 在皮皮正式來到我們家之前 我就有先幫他準備好 就是相關的必需物品 然後到目前為止我覺得 我給這些物品的評價都很高 因為這些東西我是在同一個網站上面看到的 目前皮皮都很配合實用 然後我自己用起來也覺得蠻上手的 有需要的貓媽媽我會 把連結放在說明區 如果你們 有需要的話可以過去參考一下 我覺得最好用的是那個貓砂欄 我用的貓砂欄是這一款 Litterbox 360度主子貓砂欄 我一開始在挑貓砂欄的時候 我都沒有看到喜歡的 然後因為我不太想那種封閉式的貓砂盆 我怕味道悶在裡面 就是雖然我們聞不到 但是我覺得他進去上廁所的時候 可能聞到那個味道 他自己也會覺得不舒服 因為我是用豆腐砂 所以如果裡面潮濕的話 豆腐砂也比較可能會發霉 總之我在網路上看了很多類型的貓砂盆 但都沒有看到喜歡的人 然後直到我看到這個貓砂欄 完全就是我的菜 然後我就拿了兩個 一個是特產的顏色 一個是灰藍色 一個是白色 然後白色那個我是放在我媽媽家裡 我唯一比較擔心就是他長大之後 撥砂可能會撥得更大力 我怕他會把砂子撥出來 然後我也有在兩寶貝金品寵物館的那個網站上 先訂了兩個比較小的貓砂板 比較小塊的 因為我只是要先放在那個貓砂盆的外面 讓皮皮再墊高一點點方便他爬進去 因為他剛到我家的時候還真的很小隻 他雖然爬得進去 但是稍微有一點點吃力 所以我就把那個貓砂板 放在那個入口的地方 讓他可以稍微踏得進去 然後第三個用品呢 是我目前非常滿意的一個用品 他是一個貓咪的索便筒 然後跟剛剛那個貓砂板是同一個牌子 然後他們是可以用套組的方式一起購買的 會比較划算 其實我目前用的豆腐砂是可以沖馬桶的 但是因為我家算是比較老舊的公寓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皮皮目前還太小 所以還沒有打預防針 然後也還沒有做體內外屈蟲 我怕他如果體內是有寄生蟲什麼的話 這是其中一個考量嘛 所以我目前沒有打算把皮皮的便便跟尿尿 就是往我們自己的馬桶裡面沖這樣 所以就也用了這個索便筒放在貓砂板的旁邊 然後這個索便筒是有他自己的專用塑膠袋 他們有用一些特殊的技術 然後把那個排泄物的味道鎖在那個塑膠袋裡面 詳細說明可以去那個網頁裡面看 然後加上那個索便筒 它中間是有一個擋板 所以當你把排泄物丟進去之後呢 把擋板打開 排泄物會往塑膠袋的下面掉 就是往垃圾桶的底部去 然後那個擋板的功能更可以把皮皮的排泄物的味道 全部鎖在那個索便筒的下層 所以外面基本上是完全沒有味道的 在索便筒裡面呢有一個切割處 就是你要把塑膠袋劃回去 就可以直接把塑膠袋切斷 切斷之後呢 你再把塑膠袋上面綁一個結 就會變成上下各一個結的垃圾袋 你就可以直接丟棄在垃圾桶裡面 然後呢再把新的塑膠袋拉一段出來 然後再打一個結 它就是變成一個新的塑膠袋 一卷專用塑膠袋 大約可以提供一隻貓使用兩個月 皮皮使用到目前我只丟棄過一個垃圾袋 就是剛剛我們皮皮爸爸示範的那一袋 然後第四個品項是皮皮吃的東西 我就直接一起講 然後我要看小超因為名字很強 皮皮俠最佳的 先說點心的部分 有海洋之星的Fish For Cats的各種副食品罐 應該有14還是15個口味 然後還有一包海藻精華鮭魚慕斯 然後乾飼料的部分有海洋之星Fish For Cats的 鮭魚無膚質低米配方全貓使用 還有海洋之星Fish For Cats的鮭魚 鮭魚 那個念鮮吧 鮭魚無膚質低米配方 也是全貓都可以使用 點心的部分包括這種 副食罐然後還有慕斯 但是慕斯因為我已經餵掉了 我現在就先不拿過來 那副食罐跟慕斯的部分都是沒有防腐劑的 所以如果開封之後就是盡量 如果可以當天吃完最好 那如果真的沒辦法的話 就是在冰箱頂多也只能放可能兩三天 比較新鮮 然後乾飼料的部分就主要是以魚肉為主 然後它也有蠻高比例的魚油 對貓咪的毛啊 或是心血管方面的健康是蠻有幫助的 一樣詳細的成分 大家可以去看下面連結裡面的說明 我這裡會最舒服 對 然後一項商品就是我目前在皮皮 一來家裡之前我幫他準備的物品 恩 好那接下來就跟大家分享皮皮在家裡 一整天的行程 皮皮一天的開始 時間久大概是早上六點多七點左右 皮皮會先起床 起床之後皮皮會先吃早餐 然後吃完之後我會陪皮皮玩一下再哄睡 因為他現在才差不多兩個月大 快兩個月 他一天其實照理說是可以睡到二十個小時 再睡一下好不好 恩 再睡一下就好了好不好 媽媽好困惱 現在是早上差不多快吃一點 這個是皮皮要喝的羊奶粉 幼貓專用 早餐已經吃過了 所以他現在要來吃牛奶 等一下喔皮皮等一下喔奶粉還沒有融化 有結塊的奶粉 因為皮皮其實一次喝的量還蠻少的 我之前是會泡三分之一碗給他 但發現他真的喝不完 所以後來就只泡大概五分之一碗 然後大概就是他可以一次喝完的量 要不然倒掉很浪費 阿皮你要開罐頭你 開起來 該不會真的開我就尷尬了 我還沒有要給他吃 阿皮你屁癲屁癲的去哪 阿皮那是你的食物櫃 NO 阿皮 那個是阿皮的食物櫃 一定味道很香 被你發現了 你的食物都在這 阿皮要不要出來了 你出來 來 阿皮醬肉 然後呢這個是我拿來獎勵皮皮的小點心 這一包是海洋之心海藻精華鮭魚慕斯 然後他是標榜純天然 然後第一名還有富含Omega3這樣子 可是這包我目前已經不小心猜說 因為我前兩天在餵皮皮吃的時候 我忘記我還沒有拍這一包 所以我把上面撕掉之後 我是先拿去冰冰箱 然後我現在要挖一點點出來 給皮皮吃 然後剛剛有說其實這樣一整包皮皮是吃不完的嘛 因為他現在還太小 他不滿兩個月 所以我會拿一個保鮮膜 不是 所以我會拿這種保鮮袋就是把它封起來 然後我會先冰冰箱 你們獎勵你今天扁扁很乖喔 吃飽就扁扁了 是不是 我剛有拿那個濕的衛生紙幫他擦一下臉邊 他有時候有原始 皮皮是醬哈 皮皮 皮顛皮 皮皮起床了 你睡太久了 要起來吃飯了 皮皮 快點 快吃點心了 皮皮 我叫了五分鐘 皮皮 喂 すみません 鮪魚 皮皮さん すみません 鮪魚べちゃぼ 現在是晚上差不多快要八點鐘 皮皮 爸爸等一下回來了 爸爸回來了 皮皮 爸爸回來了 嗨爸爸 爸爸你東西有點太多了 皮皮的貓紗 另外一袋是什麼 皮皮你的貓紗來了 爸爸你先去停車吧 皮皮 豆蝦 香蕉 這啥 海苔卷 海苔卷 你送一盒ですか 也是原味嗎 對 什麼 這個 喔 這個 好可愛喔 能夠很好吃的紅蔥頭醬 那個煮麵 非常好吃 你要不要先去停車 快來找我了 好 他要跟你玩 他剛剛一直要跟我玩 唉唷唷唷唷唷 哈囉 終於認人了 皮皮你喜歡哪一袋 明天要幫你換了 我要跟你做個交易 怎樣 那個因為 你每次吃的拉麵 有一整款都滿好吃的 對啊 所以 你要吃拉麵 嗯 就下一點點 不是很重的 讚 我現在跟皮皮做最後的玩耍 阿皮牌拖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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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笨喔 死不放手 這個是自製的 零成本毛沙棒 欸動毛棒啊 毛沙棒 那個是鞋帶還有 小國旗 的那個感乾做的 阿皮牌拖把 那個瓣 皮皮又想睡覺了 好啦那影片 大家分享到這邊 我在疫情期間 跟其中一個蠻大的生活的變動就是養了一隻貓 然後目前很期待牠長大 牠長大成貓之後就會變得蠻大一隻的 是不是 大家要不要睡覺 對 那大家就可以跟我一起期待皮皮 長大變成巨貓的時候 我再跟大家分享 然後皮皮有自己的IG喔 可以發抖一下 牠沒辦法給我抱太久 牠要下去了 好啦 大家要不要睡覺 掰掰 就一直坐在因為牠們會長的牠們 我會剛才看著牠們就比較好